有养狗人士反映自家宠物狗造陌生人投喂食物致死 据整理 目前在大约50个点位发现有毒物品 有网民发现恨犬微信群和网络论坛内有关于如何毒杀狗的讨论 成都警察已就不明投放物展开检验调查 市民严女士说 她在成都军龙街宾河路东风大桥一带 发现了一位身着白衣戴着墨镜的疑似投毒者 边走边从袋子中抓取黄色粉末 丢弃在沿途大树的根部 市民卫女士称 她于10月19日晚间出门遛狗 回家后发现狗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闻过的味道 自家的狗10月22日开始出现精神萎靡 食欲减退 流鼻涕等症状 求医后发现血液检查 肝肾一线指标均超标 医生告诉她 这是肝受损引发的肾衰竭和一线受损 很可能是中毒 有网友爆料称 夹带刀片的火腿肠 泡过药水的狗粮 夹带药物易烟井的肉类等可疑物 被发现分布在公园绿化带 行道树根部 甚至某些小区的草坪里 有狗主人反映 自家宠物狗吃了这些食物后 全身抽搐最后死亡 网传信息显示 根据统计 独狗事发点涉及成都多个区 包括居民小区 公园绿化带 还有学校和体育馆等 据了解 一些爱狗人士将各大宠物群里人们反映的线索收集了起来 对目前疑似投毒的点位进行了整理 准备将其交于警方 成都市民单单向记者介绍称 截至11月14日 大约50个点位看到有毒物了 而且现在还在不断增加 近期成都12345热线也接到多起相关毒狗事件的投诉 有投诉者指 皮和音乐公园 差不多从本月2日起至今 有人进行大范围投毒 期间 这附近被毒的家养宠物已达30余只 全部死亡 曾有动物保护协会人士沃迪本地 一名为揭露爱狗人士的真面目的微信群发现 300多人的大群内 长期讨论如何毒杀宠物狗 其中一位卧底表示 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 成员来自各个地方 据他观察 大多都是在教唆别人 他表示不清楚群中的人 是否和本次网传成都宠物投毒事件有关 记者在网上发现 恨狗贴吧网络论坛里 有网民发布有关毒害狗的言论 扑热吸通 对狗有没有毒 我已经买好了 效果不好 给狗吃八粒没走 准备是木糖醇 除此之外 这些微信群还有贴吧中 常常出现一烟井的字眼 一烟井是一种抗结和处方药 严重的不良反应 有过敏 肝脏损伤 胃肠道反应 和神经系统的影响等 用量大时可能出现中毒反应 网络电商平台上 有不少店铺仍在销售一烟井 并且使用驱狗神器 来一只跑一只的商品介绍 与月销量接近100单 针对近期市民的集中反应 成都多地警方展开调查 目前新都区警察 已经将这些不明投放物搜集起来 检验工作正在进行中 目前已经检验了一部分 剩下的还在继续 警方称 相关调查工作也在同时进行 至今暂未接到投毒 导致人员伤亡的报案 将加大相关区域巡查力度 发现类似情况将及时处理 五感染码 市场延伤产的官员伤亡的民主 发现类优独患者